嗨,你好,我是小凡 今天想要和你聊聊 资产配置加上债平衡会减少获利吗? 现在拍这部影片正在2022年的开始 很多人会回去回顾自己一年来的投资绩效 在做比较的时候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 做主动投资的 或者是自行选股的人 他就会用代表台股大盘的0050当做一个标杆 如果自己的成绩输给他 就好像明明有最好的选择不去选 自己白忙了一年 可能会觉得有点可惜 那如果胜了 那我先恭喜你 同时建议想一下 2021年这样的操作到底花费了多少的时间 而这些投资绩效 是否有用到全部可以投的资金去算 还是只算了一部分 自己敢投下去赌的部分呢? 要知道指数化投资者 可是没有在管 今天只投下资金的多少% 我要保留多少%的资金留在下一次投入 基本上就是做好计划以后就不太管它了 也许对于非指数化投资者来讲 这样子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那这部影片就可以给出一些原因 而对于想要做指数化投资的朋友 要了解资产配置 再加上再平衡 可能会减少获利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和长期投资 是否会获得成功 是有很大的关系 绝对不是说 我今天去买了一个0050或者是VT 就会一直赚大钱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all in就好了 那为什么还要再去买债 来拖累我的获利率呢? 那关于再平衡的详细操作 我之前已经有拍过一部影片 连结我就放在右上角 这里我就不再解释了 我这里只想用最简单的投资组合 来自于之前我拍的这部影片里面 Taylor他所建议的 BOKA HATS 3基金 当作例子来看一下 再平衡的实际效果 并且做一些检讨 那如果你对投资理财 资产配置 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 还有小铃铛 并且选择全部通知 就不会错过所有影片哦 好 那我们开始吧 根据Taylor所建议的投资组合 只要持有三种投资标的 第一个是全美国的股市 第二个是非美国的股市 第三个是全美国的债市 他认为这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投资组合 那如果我今天用三档 分别用50%的美股 30%的非美股 20%的美债来作为整个资产配置 那投入1万美金 那我用我之前介绍过的 Portfolio Visualizer 作为历史回测这样的组合 他的资料最早是可以从 1987年一直跑到现在 那跑出来这样投资条件的结果 如果是一个每年有再平衡的 也就是把每年刚才说的三档的比例 每年呢 他就把比例变多的卖掉一些 补到比例变比较少的 用这样子自动卖高 然后去买低的动作 到现在为止34年来 累积为大约19万4千美金 增长为原来投入的19倍 那如果今天不要做再平衡 那累积大约为23万美金 增长就是为原来投入的23倍 很明显的 我不要去做再平衡表现得更好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小贩你不是说再平衡会买低卖高吗 那怎么会输给不做再平衡 而且是放了34年哦 不要再告诉我这是什么短期投资啊 真正的原因就是在于客观来讲 这10年来美股他就是一直上升 而且他常常突破历史的高点 而非美股的成长他就是不如美股 而且他也持续了10年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所以就代表再平衡是错了吗 其实不是哦 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两者的波动好了 也就是我们来看他的平均变异值 没有做再平衡的变异值是12.95% 那有做再平衡的是12.04% 看起来好像只有0.91% 这个是平均变异值哦 如果我们今天来看Drawdown的话 他的定义是 某一个资产他有价格的最高点 到暴跌后的最低点的那个跌幅 就好像你在爬山你不断的向前 然后有上有下 当你走在往下的时候 回头看前面那一个高点 就好像当你看曾经有过的纸上富贵 账户里面曾经有出现过一亿的资产价值 但是如果他现在看起来只有6000万 那那个Drawdown就是-40% 而这个才是经过34年来 世界会给所有投资人的真实感受 你觉得不可能吗 是我随便举的例子吗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两档的比较好 一个有做再平衡的组合的Drawdown 也就是图中橘色的线 他在这34年来比较大的危机的时候 他都会比蓝色的线来的小 这个就是再平衡的效果 但是这个Drawdown都有沉浸到-40的黑历史 如果你觉得这两个组合不管有没有再平衡 这个Drawdown都很大 你会受不了的话 那其实就说明了这个投资组合 这个股债比8比2不是个人可以忍受的 这个时候就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股债比了 比如变成6比4之类的 那有再平衡的Drawdown呢 那他就会从-43.83% 减少成为-32.88% 少了10%以上的Drawdown 那如果再仔细去看的话 这些历史跌幅的排名 第一名的次贷危机 他下跌花了一年四个月 他回复花了两年两个月 总共花了三年又六个月 才突破前波的高点 如果是投资人他在那里蹲了快四年 会有那种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大输家的感觉 如果在那一阵子卖掉了 大概就是摆了21年左右的话 还可以说我有多出4倍的回收 你说说看 如果没有指数化投资的想法和观念 而只有指数化的做法的话 会不会被这种可怕的波动吓到呢 然后就赶快出清手上的资产 说真的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有人就会以为最近的COVID-19 他才惨了一下子就起来了 我真心建议去回去看那过去的可怕的历史 和那个非常久的回复期 说不定你的资产在小孩子从幼稚园开始放 一直等到他已经变成和你顶嘴的小屁孩的时期的时候 你整个投资的成绩看起来都会不满意 所以在平衡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把风险去降低 让自己在安心的状态下 让资产可以一直放在市场 那留在市场到底有多重要呢 这张图告诉我们 如果你在市场上买入了1万美金 这边指的是S&P500指数 你从1999年一直放到2018年 这19年 他的年化报酬是5.62% 累积是约3万元 但是你只要错过了最好的10天 马上年化报酬就变成了2.01% 累积下来就少了一半 变成1万5 但你只要错过最好的20天之后 整个年化就会变成负的 而且这个例子不只适用于例子里面的19年 我用另外一张图 它是由1930年以来 每10年来看一次 一样它还是用S&P500为准 如果你都留在市场 除了1930年 2000年之外 其他10年都是赚的 累积到现在呢 会有177倍 而如果你很聪明 或者是幸运的躲开了 每个10年里面最惨烈的10天的话 更会有37000倍的资产 而如果错过了每年10年里最好的10天 却只有28%的成果 这图里面最后一行就是 如果你错过了最好和最差的10天 那累积下来也有272倍 这个结论就是 你我如果都是凡人 那就乖乖地待在市场里面吧 免得被市场的下跌给吓跑了 也别被市场的上涨而得意忘形 不小心投入了自己无法承受的风险 千万别觉得这个很容易做到 我在这里打一个比方好了 如果去过赌场玩过的朋友 一定都有这种经验 就是如果你今天心里想说 我今天来吃一点运气 然后就用现金去换一点筹码 当手上拿着筹码的时候 就一定是在赌场里面的 不同的桌台去找机会 同时不断地在想说呢 我今天进来的时候 我是用了多少钱 那玩到现在为止 我可能赚了多少 或者是亏了多少 如果是对输赢 真的很认真的那种人的话 一定会记得 我今天曾经到了多少钱啊 可是现在又掉了多少 那不甘心的 觉得我现在好像已经开始抓到诀窍了 说不定就会再去换更多的筹码 然后那个结局 我们在电影里面都看到蛮多的 我就不讲了 这就好比在股市投资里面 我们每天如果一直看盘 就跟在赌场里面一直逛 那手上的资产 根本就很难去久放 因为你一直在心里想的是口袋的现金 它就会像赌场里面的筹码一样 然后再加上财经新闻各个投资大师 他不断的在那边叫好 就好像在赌场里 不同桌传来的惊呼声啊 此起彼落 你怎么会不心动呢 要不心动的方法 就是要远离这个环境 不是吗 也就是要脱离这样子的投资环境 不要让环境去影响自己的大脑 而对指数化的投资者 这个方法带来最大的好处 就是不用去看个股 也不用再去对财经新闻 还有产业的大事 去找买点跟卖点 很自然的 就把这些最可怕的诱惑带走了 我曾经有提过 我个人也有专职做股市投资的朋友 他还会很认真的敢去参加 各个公司的股东大会 想要从那里去捕捉到 可能影响股价的一些讯息 如果要一直去追上业界的各种趋势 那因为他没有在上班嘛 有时候我非假日想要约他出来 他往往就是说 我要去参加这些活动 所以他就没办法赴约 就算是假日 我问他有没有空 这时候他就会说 他现在呢 正在修正一周检讨以后 自己的股价模型 作为主动投资者 真的不是很轻松 我说了这么多 就是希望对还在观望指数化的 投资者朋友 能够带来一点思考 而从上面的基金组合讨论里面 我们也可以知道 指数化投资的风险控制 它其实是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股再比 另外一个就是再平衡 都要配合着一起做 也因为如此 我才会有一些建议 就是当朋友跟我说 小贩你建议的债 它还在跌啊 对 但我个人还是要建议要持有 因为它还是一个低风险的资产 或是又有人讲到说 小贩你说的常债跟股市 它才会有明显的负相关啊 怎么会这么不建议呢 就是因为它的波动高 所以它就不是低风险 所以我就不建议去单独的持有 而我比较想用的是 全市场的方式去持有 就是这个原因 那如果你还是一名主动投资者 买卖个股 并且折时进出的话 我真心建议考虑一下 这个频道的做法 而对于只想买0050VT的朋友 也觉得指数的做法 到这边就好了 那也建议要想好 自己真正可以的风险承受度 再开始做 就不会因为现在10年债的利率 开始上升了 还在怕债券价格会掉 同时又担心美国的升息 会让你的ETF亏钱 那就真的很不容易待在这个市场 很有可能错过那最美好的短暂时光 看到这里 你觉得长期资产配置里面再平衡 它会让你提高收入吗 你觉得会请答A 觉得不会请答B 觉得不一定的请答C 欢迎分享你的看法 那想要聊什么话题也请让我知道 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资产配置 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 并且选择全部通知 就不会错过所有影片 我是小范 我们下部影片见了 拜拜